我国海军的七级光号训练舰在海上遭遇台风 面对恶劣的气象变化 中国海军再次体现中国意志 据央视新闻报道 近日我国七级光号训练舰在东海执行任务时 突然遭遇台风塔巴 面对恶劣的气象情况 我国海军并未退缩 而是勇敢面对 包括舰长在内的500多名舰员依旧继续训练上课 虽然外面波涛汹涌 但我国海军依旧以顽强的意志咬牙坚持 挺过难关 七级光舰是一艘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训练舰 全舰长163米 宽22米 满载排水量9000余吨 最高航速22节 可满足抗12疾风要求 是目前我海军吨位最大 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 该舰服役于2017年 至今为止已经执行过多次远洋任务 是我国海军强大的一种彰显 而这次遭遇的迹象 虽然对舰员来说属于一大难关 对于我国海军学员来说 正好是一次锻炼 根据舰长描述 虽然这次七级光舰的行进路程 已经尽量规避台风走向 但还是难免受到影响 台风来袭时 舰外水浪最大波高已经超过5米 来势汹汹的风浪 同时也使舰体剧烈摇晃 不少初次登舰的学员 都出现了晕船的症状 不过好在七级光舰蹲位大 加上一系列设备的减摇 台风并未对军舰和舰员造成多大伤害 舰长透露 接下来七级光舰将会是将巴布亚新锦内亚到新西兰的航段 途中将会穿越咆哮西风带 咆哮西风带作为航海界的伪门官 将是七级光舰及全体船员更严峻的考验 报道公布后 许多中国网民为中国海军的顽强意志称赞不已 而且这不免又让人联想到 美国海军也经常遇到台风 不过他们对待这种灾害的态度 那和中国比起来可就差远了 自从二战后 美国航母被台风派翻后 美国就犯了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的毛病 不久前美国刮台风 美国立即连人带航母一起打包跑路 显得尤为可笑 美国经常自吹航母有多先进 美国大兵动不动就能拯救世界 但一次被打趴下后就怂了 美国的军人意志还在吗 不过反复来说 美军总是发动不易之战 士气日渐低落也属于正常 难怪现在的美国连阿富汗战争都已经难以继续了 这次奇迹光剑遭遇台风 完全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而且中国人也热爱挑战 而且就算是理论上不可战胜的敌人 中国在鸭络江畔不一样也战胜了 军人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血性 有血性的人尊严不容践踏 有血性的国家才能挺起脊梁 正因为有我国军人的毫无畏惧 才有今天崛起强大的中国